抖音爆款电影《密室逃生》中那些精妙绝伦的机关到底是谁设计出来的 真想在新出的续作中终于浮出水面 根据前作我们目前已知的信息就是那些个密室逃生游戏 都是由一家名叫米诺斯的公司一手策划 然后通过监控直播在不同玩家身上下赌注 为有钱人提供变态的观赏娱乐 而这个老男人就是米诺斯公司的首席设计师 早在十几年前他就秘密从事着密室设计的工作 豪华书房内摆放着复杂的图纸和精巧的模型 还有后来发放给玩家们的神秘立方体 因为灵感枯竭他正坐在电脑前发愁 这时妻子走进来提出离婚 还要将女儿带走 说男人最新工作家庭已经分崩离析 男人很生气说等忙完工作再详谈 但当妻子走后他的眼神中透露出某种危险的信号 果不其然妻子正在桑拿房休息 门把手突然被三根钢筋锁住 房内温度也开始快速升高 一团蒸汽散开 玻璃门上出现一段谜语 温度持续升高 妻子大脑飞转 很快想到了答案 石头 于是她套着浴巾 从滚烫的鹅卵石堆中找到一块假石头 里面掉落出一块磁铁 妻子很聪明将它贴在门上 一点一点挪开锁条 她的手因为高温已经被烫出水泡 眼看只剩最后一根 但屋里的温度已经升到极限 最终妻子因为氧气不足 死在了桑拿房里 游泻密室一开始被设计出来 就是为了夺人性命 时间回到现在 第一步中成功逃脱的黑妹和卷毛 为了给死者讨回公道 决定查明这场杀人游戏的真相 通过立方体上的logo定位出的坐标 两人来到曼哈顿 打算进行秘密调查 然而却不知道他们的行踪 已然在米诺斯公司的监视之下 正一步步走进提前设计好的陷阱 灾难毫无征兆的降临 两人乘坐的地铁车厢突然脱节 并在分岔口离奇变相 飞速使向未施工完成的隧道 等众人缓过神来 发现门已经被锁死 求救装置也失灵 整阶车厢瞬间变成一间带电的密室 根据广播中放出的提示 他们从车座下发现可疑包裹 里面掉出一个门把手 大家分头行动寻找线索 有人在地面发现被封锁的出口 有人注意到红色的吊环 背心男夺过把手用皮带缠起来 成功隔绝电流将门打开 里面有一台老式的售票机 需要投入酒媒代币 随后卷毛发现一条提示标语 所有虚假广告都必须撤下 回到车厢一看 很多广告词都有缺失的字母 高智商黑妹爆头名思 发现吊环不多不少有26个 正好对应26个字母 绿色的是A 红色的是Z 根据缺失的字母 拉下相应的吊环把手 就能获得代币 他们从包里翻出绝缘材质的布料 用钥匙分成6块 黑妹拉下吊环 果然掉下一枚 可有C字样的代币 接着是A和M 将代币放入投币机后 数字果然在减少 显示屏也出现相应的字母 然而吊环拉得越多 电流强度就会越大 在车厢里火光四射 背心不幸被击中 当场没了呼吸 现在还剩下三枚代币 但强大的电流 马上就要击穿车厢 黑妹看着屏幕上的字母 直接推理出答案 卷毛按指示照做 将剩余的代币放进投币口 数字归零 出口硬身打开 众人逃了出去 屏幕上的字母 拼成一句话 欢迎回归 职场全面升级的 密室逃生2.0 现在才刚刚开始 密室逃生的第二关 是一座装修豪华的地下银行 另一头的金库大门 便是通关的出口 灰白交错的地板砖 埋藏着精巧且致命的机关 只要踩错 就会触发激光射线 游戏正式开始 倒计时10分钟 到时金库大门将彻底关闭 激光布满整个大厅 把所有人切成碎片 正当大家好无头绪时 牧师发现桌上的棒棒糖里面 竟然藏着钥匙 众人将所有棒棒糖踩碎 一共找到了两把 打开对应的保险箱后 一个掉出沉堆锋利的钻石 一摸就会划破手指 另一个里面是两把空白钞票 但到底意味着什么 没有人知道 此时ATM机亮了 广播传来提示 为了死亡赔偿金 请输入密码 显然这是个谜语 绝猫开始头脑风暴 两人瞬间明白了 黑妹将伤口上的血涂在钞票上 果然出现了四个数字 牧师在ATM上输入了这个密码 墙上的世界始终开始转动 纽约停在12.09分 伦敦停在3.02分 上海停在12.03分 紧接着ATM突出一张收据 牧师瞬间明白了意思 以地板砖为坐标 时针代表方向 分针代表步数 就能顺利通过格子地板 但问题在于 哪个格子才是初始坐标呢 此时十分钟已经过去了一半 黑妹注意到 墙上的疏散地图 标有大家所在的位置 箭头所指的格子 正是初始坐标 牧师从那一格开始 以棒棒糖做标记 向前连走了九步 果然非常顺利 看来黑妹的猜测是对的 但接着 牧师继续走 到了骑士的最后一格 地板突然下线 保险柜出现了一个密码锁 而地板上也出现一句话 大家掉入先入为主的思维陷阱 疯狂寻找密码 可这里是银行 数字到处都是 众人开始手忙脚乱 时间也仅剩三分钟 牧师耐不住性子 决定忙走碰碰运气 走了两步没事 以为自己有神庇佑 结果到第三步就触发了激光 吓得磕倒在柜台上 晕了过去 而其他人也险些丧命 两人赶紧将牧师扶起来 激光才消失不见 这是大家转换思路 答案一定藏在那句线索之中 一语惊醒梦中人 这一题从来就跟数字无关 只要不停转动密码锁 就能得到下一个提示 打开罐子 里面是一张透明塑料纸 贴在地图上 就得到接下来 格子地板的正确走法 于是在黑妹的提示下 大家都成功走完格子 到达了保险库 并在格子留下棒棒糖记号 黑妹是最后一个 而此时 时间也只剩下不到十秒了 好险好险 黑妹在最后一秒逃了出来 所有人马不停蹄地来到下一关 一片吃人沙滩 大家按照提示 用金属探测器 在沙子底下找到一个铁毛 但此时干燥的沙子 突然变得像沼泽一样 吞没着地上的所有东西 牧师为了救人 最终牺牲了自己 其他人则用铁毛 成功打开了木屋 外面开始变成黑夜 下一个通关口就是电冰箱 但黑妹却在灯塔上 发现了另一个洞口 试出反常必有妖 她下意识觉得 这里才是真正的通关出口 此时大家意见出现分歧 卷毛自然无条件相信黑妹 带着另一位玩家金姐爬上灯塔 此时整座密室开始坍塌 发带女犹豫之中钻进了冰箱 而卷毛却因为慢了一步 掉下灯塔 被吃人沙滩吞噬 没有时间哀悼 两人顺着通道从井盖爬出来 外面是繁华的街道 他们以为自己终于逃出了魔爪 然而下一秒 街道倾刻间变成虚拟影像 他们来到了另一座密室 而发带妹已经提前来到了这里 这一关他们即将面对的 是能溶掉钢铁的可怕酸鱼